今天吃个真正的铁锅炖啊 你看这是烧柴火的 真正的烧柴火的大铁锅啊 这全都是皮柴 这个店挺大的啊 自己批的皮柴啊 它这有什么鱼锅 排骨锅 鸡锅 挺大的一个地儿 还有这些干菜 还有炕的 人要多的话 这儿是干一些干菜 这个老板说这儿还有大炕 咱们看一眼啊 哇塞 是哎 你看这儿有这么一个大的炕 人多的话可以来这么一个包尖 下边炖着炕上吃着 吃了好多铁锅炖在北京 都没有吃到真正的烧柴火的这种铁锅炖啊 看到没有 这个大锅里边是一会儿炖菜用的 然后这个锅里边是蒸米饭的 一般吃铁锅炖都是贴饼的 头一次见这样蒸米饭的 我估计挺好吃的也给这米饭蒸出来 对咱蒸着妈妈五长大米 哦五长大米 对 这肯定比电饭锅蒸出来的也好吃我感觉 对 已经入锅了啊 开始点火了呀 酒精啊 酒精啊 要不然它不好着 这样 这柴火找得还挺旺的 这要是不喷点酒精 且饮不着呢 这个火感觉 对 脾柴太粗 这是一些干菜 蘑菇 茄子干 这应该是个萝卜干吧 这是香菇 木耳腐竹粉条 这是一个 这应该是个豆角 这些干我就不认识了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干 哎 这是什么干呀 老板 这是葫芦丝 葫芦丝 对 青葫芦 有种种丝 哇 哦 这是葫芦丝 晒的干 大家看啊 柴火也就烧了不少了 一会儿就要出锅了 看那儿的环境 这个挺大的啊 这大米都是五长纳米 饭熟了 哇 这个锅蒸上的米饭闻着真香啊 五长纳米好吃 你看 这一锅鸡 还有粉条 咱不去不吃 熟了啊 已经入锅了啊 开始点火了呀 酒精 酒精啊 要不然它不好着 脾柴嘛 一点一点的伤 这一有酒精就着得快一点 这也是自己家有个院盘个锅 做饭挺好吃的感觉 对 嗯 那种柴香啊 对 尤其是炖个鱼啊 炖个排骨啊 感觉炖出来特别香 对 已经不烧火了 出锅了 看没有 出锅了啊 鸡 我们要的是一个鸡锅 然后那边是蒸的是米饭 好香啊 闻着 我们开吃了啊 儿子 味道怎么样 够味了 我刚才尝了一下 真是挺香的 还在这儿工作着呢 快被我们吃完了 看你米饭 这米饭味道怎么样的 好吃特别好 我吃了那个面 那是锅巴 跟锅巴似的 给爸爸盛米饭 吃饱喝足了 跟大家说一下吧 味道不错 这个地方啊 就在房山区河北镇 大家看到啊 这个饭店里边啊 放了好多大米 都是武昌大米 这个老板娘啊 她就是武昌人 她这儿的大米啊 全都是他们那边 自己家种的大米 不是打广告啊 我们也是今天第一天来 就想吃铁锅炖了 然后就到了这个老板这儿 还真没想到 味道还真的很不错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咱们下个视频见 朋友们